在联主会开会前夕首额股市为伏上扬 投资人现在认为联主会降息的迹象即将出现 周一男孩COSPI指数收盘升19点或0.71% 为2685.84点 成交金额为温和的8.35兆韩元 机构投资人为唯一的净买家 买超2241亿韩元的股票 联主会定于本星期二和星期三举行利率制定会议 单讯证券分析师李空明说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 以及定于周三举行的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 将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方向 大型公司涨跌互建科技股则上扬 领投扬三星电子上涨0.69% 报7.28万韩元 SK海力士升1.92%至16.43万韩元 电池制造商LG1S升2.26% 三星SDI涨4.47% 金融股市跌幅最大的板块 KB金融跌2.4% 薰亨金融跌1.3% 现代汽车跌0.4% 子公司奇亚汽车则上涨2.4% 韩元汇率下降收盘为1333.70韩元兑1美元